选签倒数九天了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先来看选签最为激烈的高雄市 民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开始车队扫街 要跑遍高雄38区 那么今天一早回房绿营的大票舱林园区 上一届2014年高雄市长选战 陈菊在这里狂扫了76%的选票 不过陈其迈不敢大意 态度更加的谦卑 今天在这边扫街受到了夹道欢迎 民众挥骑的挥骑握手的握手 还有鞭炮声不绝于耳 展现支持群众力挺陈其迈的热情 陈其迈车队穿梭高雄林园大辽 沿途受到热烈欢迎 鞭炮声不断 沿途可以看到整排支持者挥舞旗帜 等在路旁 一有机会就立刻抢着握手 宣传车上的陈其迈也弯下腰来 回应选民的支持 选民展现热情 各式传达力挺决心 而陈其迈扫街地点林园 这是对手韩国瑜设计所在地 两个人的攻防战 每天都是媒体焦点 韩主委应该不要脑筋排流在党国体制跟威权体制 用这种地制或这种军事的这些用武 那这个都是在制造社会不必要的一些对应 热情支持者送上菜头蒜苗欲助当选 但陈其迈不敢发意 态度更加谦卑 要紧握每张选票 你知道南部的太阳很热情 那所以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那个晒太阳就当作日光玉 反正就是一种享受 看就知道又晒黑了 晒黑脱皮甘之如頤 陈其迈车队连日扫街 从最南端陵园到最北端的桃园区 从市区到郊区 白田到黑夜 陈其迈穿梭大街扫巷 上万公里路途 要将高雄38区全部跑透 是有林东 他一定想林东这个洞 然后希望我们台湾可以继续进步 他对我们柠檬的眼见 终于看着很方便 对我们柠檬这 总共付出的很大的努力 礼拜天星光闪闪 谢市长都在日本 所以他这次特别请假 从日本回来 而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州 陈其迈也夹在钢山 举办造势晚会 迷惧选民一项心力 号召支持者一起站出来 明镜新闻 陈寅盈 邓山田 洪敬集 高雄市报导